近年全球进入大缺工时代 Covid-19疫情让更为多元的工作形态 增添人资管理难度 企业主或人资专业同仁疲于确认合规遵循的同时 更加烦恼该如何增财、欲财与流财 我们邀请KPMG薪资委外继人力资源管理整合性服务 主则团队来分享他们在业务执行上的观察与提醒 企业中人资经常被委以雇主与员工之间桥梁的重要任务 工作内容涵盖招募征选、训练发展、薪酬福利、员工关系与绩效评估等等 管人要懂劳动法规、发钱还要懂税法 一不留心很可能就无法及时的回应与时俱进的法规更新 有个最简单的案例 公司支付员工薪资时 未依规定办理扣缴税款 被税局通知补缴 但是不小心遗漏未处理 负责人就遭税局裁罚 比较没有经验的负责人 可能就会很惊慌与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不是裁罚公司 而是裁罚负责人本身 但是依所得税法的规定 是以机关团体的主办会计人员 事业负责人及执行业务者为扣缴义务人 他们在给付所得的时候 应依法扣取税款 并在法定期限内向国库缴 在此提醒企业负责人 需特别注意及留意 我们在处理薪资委外业务时 实务上常常遇到雇主 采用传统纸本方式保存员工的公时记录 或者有些公司会实施弹性上下班 让员工依据业务性质 自行调整时间 甚至是明文规定不用打卡 但是在需要比对资料和出勤记录的时候 尤其是遇到劳动检查 还有劳资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 会面临到查找不到资料 或者资料不完整的情况 而遭受到罚缓 参考劳动基准法第30条的规定 雇主他其实必须要备存员工的出勤记录 而且这个记录要有员工的每日出勤状况 并且详细到分钟为止 也就是说雇主有责任去保存 并且确保公时记录的完整性 这个保存义务有多久呢 劳资法有规定必须保存5年 所以在此提醒雇主应该要思考如何 在兼顾成本效率的情况下 完整保存员工出勤记录 以供后续的薪资计算 还有主管机关相关的查核 现在劳工意识抬头 员工懂得留意自我权益的保护 发生及救济管道又多 尤其近年来 劳动事件法上路以后 争议案件暴增 案件类型多为工资计算争议 及工时记录争议 企业在人才招募 员工任职期间 与离职等各种情况下 都应该留意各项劳动法令的遵循 也呼应前面两位会计师所提醒的人资管理细节 雇主若有不清楚的时候 建议应该咨询劳动领域专家 并盘点公司人资管理制度与法规的差异 如果不幸发生劳资纠纷 应洽询劳动专家提出相关有利证据 尽可能在诉讼调解阶段 解决正义 维持正向的劳资关系 谢谢KPMG薪资委外继 人力资源管理整合性服务 主则团队的经验分享与提醒 公司营运的细节繁多 人资客提摆摆种 在抢财的时代 KPMG建议您让人资回归专业 让具备劳动法律专业 及税务专业的外部专家 来协助您集中营运管理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